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打完兩劑其實就沒有必要再戴口罩 因為也不可能永遠都戴口罩 那想問指揮中心這邊怎麼看 到目前我們大概還是認為說口罩還是一個相當必要的一個條件 市長非常請教一下我們現在台北市到底會不會外戴口罩 因為現在就中央這個說法市民都很困惑 這個應該這要怎麼講 其實我跟你講人家說你看看英明國家常有不成文法 有要講究剛性憲法 意思就是說其實國民到一定程度原則之道就好 你在野外 就好像以前那個烤肉的事情 如果你在你家屋頂上只有你一個人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只有你一個人在自己烤自己吃你覺得你需要戴口罩嗎 但是我們老百姓常常就一定要這樣很很剛硬的規則 我倒覺得知道張景森很喜歡路跑 跑山 山上只有他一個人在跑他戴口罩幹什麼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為什麼常常是非對錯大家都曉得 所以法律是服務人不是人家去服務法律 老百姓自己知道說什麼是安全什麼是危險 終究我跟你講齁 也不太可能打兩劑疫苗以後大家要永遠戴口罩 這個難道人類社會永遠這樣下去嗎也是不可以 老實講我像我們打兩劑我每天在想說都打兩劑我戴口罩幹什麼 除非六來進台灣也許我在補第三針 所以有一種應該這樣講就是說老百姓應該要有能力去判斷 但是老百姓完全沒有能力判斷政府要指引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台灣的疫情在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我們都不是要出動警察、軍隊、封城、鋼燒 我們只是每天讓記者會講一講說 想大家怎樣怎樣 竟然可以控制下去 這才是台灣國民素質了不起的地方 這樣就好了嘛 所以何必我每天拘你那個 我受不了